早上11点09分 欢迎您持日锁定中天新闻 还要带来关心的意外消息 嘉丽市凤兰路的传统市场 今天清晨三点多 一整排的联动木造房舍 突然起火燃烧 好火是相当的猛烈 延烧19斗的平房 而且现场这个巷弄相当的狭窄 增加了救援难度 农烟直窜天际 一整排的木造房屋 不断冒出火光及大量农烟 大批警销人员拉起水线紧急抢救 就连对接的民宅顶楼 也冒出凶凶火光 一整排的木造房屋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几乎被烧到只剩焦黑的支架 但大火还是不断地往外窜 附近居民清晨被大火惊醒 赶紧逃到屋外 还有阿嬷边逃命 还不忘将家里供奉的神明 一起请到屋外 这一新年六天 我们人六天 那边啊 就在二十八号清晨三点多 嘉义市凤兰路的传统市场内 一整排的联动木造房舍 突然期货燃烧 火势猛烈 延烧十九户平方 现场巷弄狭窄 救援困难 全嘉义市的景一销 全部出动抢救 这里是一个旧有的传统市场 那么它的马路 它不是马路 它是一个巷道 所以每个铁皮屋跟木造的房子 都非常的比您接近 抢救一个多小时 才终于控制火势 幸好当时市场内没有摊贩 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传练新闻 侯国文张希 SNG小组嘉义报道